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事 西游记 讲的就是东盛神州的事 好了 讲到这里 小弟先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承仔 这个节目就叫做《承仔讲古》 小弟要和大家讲什么呢 讲的就是西游记 东盛神州那时候呢 海外有个国家 叫做欧来国 这个地方近着大海 来欧来过很远很远的大海上面 有座大山 这座大山又高又大 四边都是海 遥草奇花不借 青虫翠柏长春 那还有一样东西是特别出奇的 静静的山顶上面 有座大石 本来呢 山上面有石头都不出奇的 这座大石就特别不同的 你看一下 哇 足够有三丈六尺五寸高 屯屯圈呢 又有二丈四尺 哈 为什么有三丈六尺五寸这么宁丁呢 原来三丈六尺五寸就正合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二丈四尺就正合正力二十四起 石上还有九峭八孔 是按九宫八寡 四面冒树木遮阴 至开荒以来 每寿天真地寿 日晶月华 天长地久 就有了凌通之耳 这座石就恶辱了一个仙胎 有一日 那座石突然间裂开 爆了个石春出来 哎呀 圆绿绿滑绿绿 一见到风 就立刻变了一只石头 虽然是石头变出来的猴子 但就是好像真的猴子一样 五官俱备 四知齐全 一出世 就学爬学走 向着东南西北四方 一拜 那双眼就放出两度金光 哎呀 这两度金光真是厉害啊 一直射到上九重天上 驚动了欲望大帝 欲望大帝 见到凡间有金光闪闪 就在凌霄殿上下令叫千里眼和順丰二两位天神 打开南天门 看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千里眼就真大双眼一看 順丰二就折起对耳朵来听 一会儿 他们就回来稟布了 原来东盛神州大海的东边 和欧来国小国之间有座花果山 山上有构鲜石 删了个石村出来 一见到风就变了一只石口 现在在那拜四方 双目射出金光 一直冲到上天上 喝了几口水 吃了些东西 双眼的金光就快消失了 欲望大帝一听 哦 原来是下方之物 乃是天地精华所生 不足为怪 从此 这只石猴 就在山中会行会走 会爬树又会打跟斗 饿的时候 就吃草木 采生花摘野果来充饥 好喝呢 就喝山泉来解喝 万客 就在石山懸崖之上睡觉 日头 就在山峰岩洞那里玩 哈 哈 真是山中无甲子 寒进不知年 快活不知时日过的嘛 有一日大热天使 石猴就和整班猴子在大树脚下面透露 猴子就肯定性的啦 整班在树窒窒挑挑 爬树滴地沙打斗里 无意触摔那咬手指咬 而咬塞玩 泥沙扔石仔 竹床尾撲蝴蝶蝶蝶 蝶螂打千秋 玩到整身大汗 就走去山水那边冲凉 这股山水是由山顶一直冲下来的 水花四浅清凉透心 那班猴子就吱吱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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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这股山水都不知道在哪里流下来的 今天我们这么有空 不如顺着这条山水爬上山道 一来可以玩一下 二来可以看看水的源头在哪里 经那只猴子这么说 整班猴子都赞成 于是大家就你挨我逼爭先恐后 顺着山水就爬上去 一直爬到山上 哦 原来是一股瀑布 那班猴子高兴了 在这里啊在这里啊 原来山水是在这里流出来的 这么大的瀑布 当然一直通到大海顶了 其中有只猴子就说 喂喂喂 谁有本事如果能够捐入瀑布里面 又捐出来 找到个源头 又不伤身体的 我们就拜他为王 你们说好嘛 说完之后呢 底下嘎声不出 静音音 没人敢去 当然啦 猴子来的嘛 你叫他们爬树 十几丈高都狠狠地 打跟斗就一百几十个都不驱 知这个是瀑布来的咯 嘚嘚声好像千军万马那样 在山上冲下来咯 跳下去咯 用猴子一直冲到大海的 连含了三声 没有一个感应 突然间 圆圆在树脚边下 跳了一只石猴出来 我去 我入去 这只石猴 眉上双眼 眉下一眼 咚一声 就跳了入瀑布里面 入到去 他眉大双眼一看 咦 奇怪啦 奇怪啦 一些波水都没有的 明明朗朗 有道桥在这里 再定一定神 看真些 啊 原来是做铁板桥来的 桥下边 嘚嘚声的水 冲下来 撞到石窄那里 然后倒挂流出去 变成一股瀑布 啊 又有这么巧得到桥 瀑布又刚刚遮住桥 所以你在外面看 只见瀑布 就看不见桥 石猴过了桥 再走进去 哇 这么漂亮的 原来是一座很大很大的岩洞 顶上的棕雨石 好像挂着一串一串珍珠 那样闪闪发光 周围的岩石 好像白云一样冲白 好像被打磨过的大理石一样光滑 洞口旁边呢 有几颗大青虫 还有竹树梅花 石董里面呢 石路石灶 石床 石桌 石椅 石盘石碗 样样齐全 哇 他看得眼都定了 哎呀 哎呀 这么好的地方 于是 他再走几步 看到有个石碑 上面作着一项大字 花果山福地 水莲洞洞天 石后看到这里 真是欢喜到整个跳起来 一连打了几个跟斗 他轮转身就走了 走到桥头 眉上双眼 蹦下一眼 就跳出水外 出来 他拼两下身上的水 拼两下腮 一边笑一边说 大造花 大造花 大家见他出来 都宽天喜地围着他问 怎样 怎样 里面怎样 水多深 没有水的 里面很漂亮 那里果然是我们真正的安身之处 你们快点跟着我来 我带你们去看 整班猴子就跟着石后 入到水莲洞 哇 这里真的好像没多久之前 真的有人住过一样 整副家当羊羊齐全 整班猴子见到这么多宝贝 那里就咽压鬼阵 琴琴青的抢东西 有些就争盘夺管 有些又爬上床 有些又跳上糟头 有些又将石桌石灯搬过来 抬过去 哎呀 总之呢 就搞到八国这么乱 终于都看到大家搬到筋皮力卷 然后才甘愿停手坐下来休息 那时石后已经端端正正坐在上面开口了 各位啊各位 人言无信就不知其可 刚才你们说 谁有本事入得来出得去 又不伤身体 就拜他为王 哈哈 那现在我入得来 出得去 出了去又入得来 找到这个洞天福地给大家落脚 可以安居落叶角 想成家之福 大家要说口齿啊 你们要拜我为王才是 那帮猴子听他这么说 个个心服 于是按老友辈份 排班拜见千岁大王 石后从此就高登王位 他又将将军大臣官吏 服从分派好 现在凤凰了 名字就要讲究一下 那个石字就不是几好听的嘛 所以就改名叫做 美猴王 从此 美猴王就带领整班猴子了 他们日头呢 就在花果山上游山缓水 晚刻呢 就在水莲洞内高枕安眠 又再又再 真是十分快活了 光阴慈箭 日月如梭 转下眼已经过了三五年了 有一日 美猴王和整班猴子在欢宴 大家高高兴兴 又说又笑 忽然间 美猴王心中烦恼 左思右想 流出眼泪来了 对啊 那班猴子 看大王突然流眼泪 就十分奇怪了 大王 什么事忽然间 那么烦恼呢 唉 我虽然现在 过得高高兴兴 只是想到日后 我就有点担忧 今天 虽然我们 不归人间 王法所管 亦不受万禽 恶受威逼 但是将来 连路看药的时候 暗中 又严罗王老子管得实 还需要有日要死 那不是 往生世上 那班猴子一听 觉得有道理 于是 一个你望我 我望你 摁了面 就哭起上来了 正当 整班猴子在 痛哭流涕的时候 有一只通辈猿猴 就跳出来说话了 大王 你想得这么长远 真是所谓 道心开法了 我们有福啊 大王 如今世上 唯有三等人 不受严罗王老子管的 就是 神仙 佛祖 和神圣三者 他们能够 避过轮回 不生不灭 和天地山川齐首 猴子王一听 就欢喜了 哈哈哈哈 好啊 好啊 我明天就慈别大家 落山去走遍天涯海角 一定要找到这三者回来 我要学一个长生不老之术 等我们避过炎罗王那一关了 第二天 猴子就帮大王准备好一只木佛 和那些水果可以在半老充饥 猴子王就跳上木佛 大声喊了声 我走啦 然后出力一参 那只木佛就飘飘荡荡 一直驶出大海 向着南善捕州驶去 啊 真是算去时内云治 自从他登上木佛之后 一年几日都是吹东南风 将他送到大海那边 一直送到西北岸 那里已经是南善捕州地界了 岸边有很多人在树捕鱼 挖蚝摸蜜 美后王出力一参 就将木佛拍岸 那只猴子王真是狡猾 他一跳上岸 就整蛊整怪 登大双眼 抹大嘴大声 这样叫 饿得害怕 好像的似吃 轧桨上那��운人 连愿望也丢了 竹堆都不拼 走 走不及 有一个 已被他轧脚都跃遠了 不愈生命了 那美后王一手 搏下ouble tots四股 自己穿上身 哎呀 你们看马上去 穿着件人的衣服 摇摇摆摆穿 穿舟過虎就去到人煙舟物的侍井之中 猴子就很聰明 何況這一隻是有靈性的 不用多久他就學會行人禮講人話 由朝到晚到處去找神仙 一心想學到長生不露之術 誰知道到處見到人世間 都是為名為利 牢牢滋滋 嘩 又算他是有恆心 在南善捕州足足找了八九年都未找到神仙 只他還不死心 一直找到西洋大海邊 他想 這裡沒有而已 海外那邊一定會有 於是 他又做了木佛 又再飄揚過海 一直去到西牛河州地界 上岸之後 他又再到處去找 有一天 行到座大山腳下 這座大山 又高又大 深山臨密 不見人煙 知他又不怕豺狼虎炮 又不怕毒蛇蟲蟻 一於上山頂去看看吧 上到山頂 嘩 果然好風景啊 只是看得入神 忽然間聽到有人聲 咦 他快手快腳躲進樹林裡 摺起耳朵來聽 原來有人在唱歌 美猴王聽到他唱歌的歌詞裡 提到神仙了 就撲上前問 原來那個唱歌佬是個斬柴佬來的 斬柴佬就告訴美猴王 說這座山叫做靈台方串山 有個斜月三星洞 洞府裏面有個叫做菩提祖師的神仙 美猴王就照他指的路一直走去 走了 若摸有七百里路 遠遠一望 果然有座洞府 走到近去 只見洞門山到實 周圍靜靜靜 人影都沒有過 岳高頭一看 上面有座大石碑 若摸有三象幾高 八尺幾闊 上面一項十個大字 靈台方串山 斜魚三星洞 看到這裡 洞門就忽然間打開了 走出來一個仙童 美猴王就勤勤請過來向仙童 鞠躬行禮 講明來耳 那個仙童就說 我師父剛才在廣道 忽然間叫我出來開門 說外面來了個拜師學藝 什麼原來是你啊? 好吧 你跟我進來吧 美猴王立即縮整衣冠 跟著仙童一起入洞府 一直去到菩提祖師廣道的地方 他見到菩提祖師端端正正坐在台上 台下兩邊站著三十幾個仙童 美猴王一見到祖師 就跪在樹一尾這樣扣頭 壁壁薄薄都不知道扣了多少個響頭 一邊扣頭一邊說 師父啊 師父 弟子專心朝禮 專心朝禮 祖師就說了 你不是扣頭主? 你是何方人士 叫什麼名 說明白才再拜都不像 弟子是東聖神州澳內國花果山水連洞人士 來人給我把他趕出去 這個是奸詐之徒 說什麼修行學道啊? 師父 師父 什麼你這麼說話啊? 我句句都是老實 沒有半句虛假的 你還說老實? 你說你是東聖神州人士 那裡來我這裏 隔兩重大海一座南線寶州 你又怎麼來得到啊? 哎呀 師父 師父 你聽我說 我找你找了很辛苦的 弟子飄揚過海 足足找了十幾年才找到這裏的 哦 原來是這樣的 嗯 你姓什麼的? 我沒有姓的 如果人家罵我 我都不生氣的 給我兩巴掌 我都不發火的 只要他認錯 我就什麼時候都沒有了 所以我沒有火姓的 哎呀 不是問你皮姓的姓 我問你父母姓什麼的? 我沒有父母的 胡說你連父母都沒有 難道你是樹上生出來的? 不是 不是樹上生的 我是石頭爆出來的 師父 我只記得花果山上有塊鮮石 有一年塊石裂開 我就出世了 祖師聽到這裏 心中就歡喜了 哦 原來你是個天地生成的 我看你的樣子這麼像猴子 猴子就是胡孫 胡孫 胡孫 不如你就姓孫好了 好啊 好啊 師父 好啊 哎呀 我今天才知道原來我是姓孫的 那 亡師父慈悲 既然給我一個姓 不如幫我按個名字 又名又姓 叫都好叫一點 祖師想了一陣 嗯 我們門中按十二個字分牌起名 輪到你已經是第十貝小徒了 嗯 排到你就正是個吾字 好啦好啦 替你按個名字 叫做孫吾空啦 好嗎 好啊 好啊 師父 從今以後 我就叫做孫吾空啦 從此以後 孫吾空就修心養成 學語言 學禮貌 講經論道 寫字奔香 每日如此 得閒的時候 就掃地坐草 釀花 種樹 斬柴燒 燒火 擔水雲章 不知不覺 在洞中又過了六七年啦 有一天 祖師又登壇講道 那個孫吾空聽到入晨 就在那微開眼笑 說頭說到動身動勢 被祖師一眼望見 就問他 吾空 為什麼你手無觸道 無心聽說 師父啊 師父 不是的 弟子在那誠心聽說 不過聽到師父講到神妙之處 歡喜得太 所以只會這樣 望師父恕聚 嗯 你既然聽得明白 我問你 你來到洞中 幾多時日啦 弟子都懵懵懂懂的 不知道時日過的 只是記得 廚房燒柴 不夠柴火 我就時尚去喉山斬柴 見到喉山山滿桃樹 我在那裡吃過七次桃的啦 你既然吃了七次 那就七年啦 如今你想跟我學些什麼呢 孫吾空不理祖師講什麼 求神拜佛 打坐修行 只要一聽見不能長生不老 一概誤言以學 祖師就發火了 站起來就跳落荒台 拿著支戒尺 指著孫吾空說 你個猴子啊 這樣不喜歡 那樣不願意學 你想怎樣啊 講完之後 用戒尺 在孫吾空的頭上搏搏搏搏搏搏搏了三下 然後翹起雙手在背後一句話都不說 轉身就走入裡面 還順手關在那裡鐘門 嚇到一眾弟子心驚膽跳 在處埋怨孫悟空窄怪他激怒師傅 這個孫悟空一點都不確定 一尾在處笑笑口陪麗形錯 原來這隻美猴王真是深水清 他已經猜中師傅出的謎語 明白師傅的心意 那晚到了指示前後 孫悟空輕手輕腳地爬起來 穿好衣服偷偷地開門出去 然後運舊路一直去到後門 一直去到師傅床前 見到師傅睡著了就不敢驚動他 只是跪在床前等師傅 一會兒師傅醒了 在床上探了口氣 唉…想找人傳道 確實是艱難了 師傅 師傅 弟子櫃在這裡等師傅很久了 祖師認得孫悟空把聲 就起身穿好衣服大聲喝他 你這隻猴子三間半夜不睡覺 走進來我這裡做什麼 師傅今天你在壇前 叫弟子三斤時分 運後門進來全經授道給我的 祖師一聽就心中歡喜 啊…好啊… 你這個家夥果然是天地生成的 居然能夠猜破我的謎語 猜中我的心意 師傅 師傅 現在沒有第三個人 只是徒弟一個在這裡 望師傅大發慈悲 傳給我長生不老之道 我永遠不望師傅的大恩大德 於是祖師就叫孫悟空 走前跌 來到床邊 你留心聽 讓衛師傳授你長生不老的妙法 悟空叩頭多謝 斬下眼又過了三年了 祖師又教識了悟空七十二般變化的法術 和賣家跟斗雲的本領 學識了這個本領呢 就能夠跳出十萬八千里 孫悟空是隻猴子來的嘛 本來就喜歡疾疾跳的啦 所以學跟斗雲一點都不困難 有一個夏天 孫悟空就和師兄弟在洞門前玩 大家就要孫悟空表演七十二般變化的本領 孫悟空一向來都喜歡認聰的嘛 聽到大家不斷求他讚他 就得以忘形 念起咒語搖身一變 變成一棵蟲鼠 師兄弟都拍攔手掌 個個都讚他聰 大家就越吵越高興 越說越大聲 糟了 這回驚動了祖師 祖師 祖師附著善想 走了出來 大喝了一聲 放肆 哪個大膽在吵吵不憂 整班弟子就嚇到荒曬 孫悟空也怕到立刻顯出圓形 縮賣一狗 好了 你們通通出去 悟空 你別走著 悟空啊 我問你 你在樹顯什麼聰明啊 學人變什麼蟲樹呢 我再三吩咐你 你這些本事 怎麼能夠可以在人前埋弄得假 現在人家見到你有本事了 一定會求你教他 如果你怕得罪人 你就要教 如果你不教 人家就會加害於你 你的性命難保啊 師父 師父 弟子知罪了 弟子知罪了 我亦不加罪於你 知你亦不能再留在我身邊 悟空聽到師父說要他走 當堂屢留滿面 師父 師父求你留我在這裡 你無謂多講 走吧 師父 那你要我去哪裡才行 你從何處來 挽回何處去 師父 師父 師父你對我的大恩大德 我都未能報答 我不捨得離開師父啊 算了 講什麼恩德啊 以後沒有野和 沒有連累我 我就多得你了 孫空無可奈何 只好流著眼淚 拜別師父 騎身走了幾步 師父又叫他回回頭 吳空 你這次一去 一定惹出很多是非 只不論你今後夜下什麼 離天大禍 不准你說出你是我的徒 孫空拜別了師父 他念起口訣 一個斤斗 就飛回去東盛神州了 現在回去就和離那時候大不相同了 離那時候是凡胎凡骨飄揚過海 歷盡千辛萬苦才來到 現在呢 經過祖師傳道 都不用一個時辰已經回到花果山了 孫悟空按下雲頭一看 咦咦 這裡本來是風光秀麗 山花開遍地 猴子滿山走的 為什麼現在冷清清 一片淒涼景色呢 他大喊一聲 下二門我回來了 哎呀 山上山下石 洞石那亂樹草叢中 樹林裏面 屁屁屁屁屁屁 整千上萬隻猴子跳出來 一圍就圍著孫悟空 就在這裡喊了 大王啊大王啊 你真是忍心啊 一去去了這麼久 丟下我們在這裡 我們看大王回來 看得頸都長了 大王啊 你不知道啊 近來來了個妖魔 好凶惡啊 他強戰我們的水簾洞 還捉了我們很多兄弟子孫 搞到我們沒有口吃 沒有教好份啊 你再遲點不回來啊 我們就真是死定了 孫悟空一聽 就怒從心上起 惡向膽邊生 等我找他報仇 等我找他報仇 等我會去哪裡 阿富為人 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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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那呢 小聲 你